我们都知道地球上唯一的天然卫星是月球 与宇宙中的许多天体相比 人类似乎对月球非常熟悉 此外到目前为止 月球是人类第一个登陆的外星星球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 这个非常接近和熟悉的星球吗 人类想象 有一天 他们的天然卫星 他们可以在月球上自由行走 这最终在1969年被美国实现 当时阿波罗计划轰动了全世界 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阿姆斯特朗的这一步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也拉开了人类走向太空的序幕 但是50年过去了 然而除了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除了六次登月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将人类发射到月球上 有人说人类不再去月球的原因是 月球没有研究价值 最好把钱花在火星上 所以他们放弃了去月球的计划 但这是真的吗 随着当前技术的发展 现在登上月球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即使已经研究和开发了50年 现在也有可能去月球旅游 美国人不再登陆月球 有许多原因 但似乎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 事实上 人类已经不止一次登陆月球 从1961年到1972年 美国NNSA执行了一系列载人任务 包括阿波罗11号到阿波罗17号 他们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 也成功地返回地球 只有阿波罗13号失败了 也就是说 人类成功登陆月球六次 但是1972年12月19日 阿波罗17号任务完成后 美国人再也没有登陆过月球 近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人对登月的兴趣 似乎突然停止了 事实上 不是不想去登月 而是它太贵了 当时 阿波罗计划总共花费了 1260亿美元 这是货币转换到 现在的概念 就空间技术的发展而言 登上月球 是一个必要的铺肘 特别是对于 与着陆和返回有关的技术来说 没有比登月 更简单的试验场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仍然在探求月球 但是在未来 月球的价值将会非常低 作为测空探索的 中转站 它的位置和大小 非常尴尬 月球的能量消耗 与拉格朗日典的能量消耗 几乎相同 而月球的引力并不小 也没有大气层 无论下降还是上升 能量都将被浪费 与其在月球表面建造基地 不如直接建造空间站 为了使月球基地经济实用 建设资源必须来自月球本身 但它的资源很少 地球表面处于真空状态 虽然有水 但数量太少 这些都是缺点 相比之下 火星拥有除弹以外的所有资源 但可以独立开发 月球的价值 只反映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例如需要真空环境的大型工业 一些更危险的实验 和一些天文研究 在空间站里进行 不如在月球上方面 简单的建筑材料 也可以就月取材 所以不再有人类登月了 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不再加速度 不再加速度 小伙伴们有什么 小伙伴们有什么